阿巴卡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嘉欣 那现在我跟我的老公要去一家很厉害的海鲜餐厅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海水缸 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那种海水缸吧 就是私人的海水缸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 我们会知道这里有那么大的海水缸的餐厅呢 因为是我们主要自己也有养海水缸 然后就是有一些社团有没有 海水的那种 然后他们也会去po一些东西 会推荐这样 对 然后我们看到那些就是专门帮人家设海水缸的那些店家也是说 又来这边设缸 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Go 哇 哪有空 哇 哇 这蛮厉害的 对 这应该20岁 哇 这也不是整个海鲜 哇 这也不是整个海鲜 超喜欢这里 超多海鲜 超多海鲜 看啊 对啊 这里还有一些 这比较肥一点 比较sushi的吧 对 超大一个 就是 跟我手掌差不多 哦 超大 而且很冰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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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包包箱的话 感觉很不错耶 就这样在 对啊 水竹馆里面 吃 吃东西 吃海鲜 其实我们更想要坐在这里吃 对 这里吃 看在这看 哇 超厉害的 好疗愈哦 哇 这里有淡水 哇 很漂亮耶 它特技的很漂亮啊 嗯 你看整个地方 哇 啊 水木 就在你的桌子旁边 好像在啊 那个鱼港 好像也没有看到 那么多种类的海鲜 嗯 对啊 而且它进口很多东西 你有时候去一些鱼港 可能还找不到 你看什么加拿大的 什么生蚝 或是什么加拿大的黄金蟹 或是日本来的 什么北极类 你今天去什么 随便一个台湾鱼港 我们之前都常去啊 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你看 这里就是 我们后面就是那个 很大海水的那个港 然后里面就是什么 鲨鱼啊 是不是里面有鲨鱼啊 鲨鱼啊 然后一些 鲁鱼啊 鲁鱼啊 我觉得我们在那种 X bar那种很大的港 它这一港应该是 除了台湾正规海生馆以外 就是拥有最大的海水港 最大的海水港 那种商家 嗯 而且这是海产店 对 海产店有这些是 太厉害 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什么 有那种 跟 水族馆旁边 然后就可以看到 没有 那种 还一边看着那些 鱼啊 什么的 然后一边吃着海鲜 在台湾好像很少见 是吧 嗯 来吧 看这个壳 超大 超大 北极 准备 好大一个 好大一个 蛮新鲜的 好吃 好吃 而且 能吃到它的海鲜 自己本身的味道 嗯 应该背的自己本身的味道 因为我们没有叫它 料理太重口味 嗯 其实这背拿去辣炒 应该比较好吃 嗯 要香一点 而且你觉得也要炒一炒 因为我们其他的已经 虾米在旁边 他一直强调 没什么味道啊 没什么味道啊 我觉得蛮 彈牙的 出菜了耶 它就是 干贝丝 炒啊 哇塞 它是虾米的味道吧 有虾米味 有虾 这就是我们的生蚝 哇 超大 超大 你看我们脸 哇 很软 要不要加沙沙酱吗 吃了味 吃了味 OK 我觉得 它放那个蔬菜菜上面 反正 可能没有整个吃那种 它本身的 那个蠔的咸味 我觉得有点 淡 是被它冲掉了 嗯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 这么大一个生蠔 然后直接开 然后直接这样 刷进去 它里面还会 有一些那种 它应该有的那种 某有的那个汁啊 它那个汁其实是最厚 而且是非常干净 这生蠔也是加拿大来的 北海道 那个吃现场 这样 那些的感觉 比较好吃 但吃起来 就比较 有点像 吃到菜 但是不是那种 直接吃生蠔的那种 快感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 那个 菜 我没有很喜欢洋葱在那边 对 我觉得也有影响到 它的口感 而且 就是它的 它的味道我觉得 不太需要洋葱去搭配它 它自己本身就已经很 肥美 对 然后它肉质也是很 怎么说 很Q Q弹 但是又不是说 真的到那种很残涯 那种残 如果这支影片 按赞破一千 我们就来开箱 全球最顶级的生蠔之一 可以说是 生蠔中的老斯莱斯 吉纳朵生蠔 是世界上第四大的 顶级生蠔之一 那由吉纳朵家族 从1898年传承到现在 目前呢 已经经营了 第四代 想看的话 记得按赞哦 开箱一下 直接 加一张 加一张 世界四大生蠔 八国吉纳朵 嗯 黄金蟹 满满的蟹肉 它好大哦 哇 有蟹蟹吗 有 蟹蟹 这看起来跟脸差不多 没有 等一下 不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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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试试看 所以它的蟹蟹不好吃 不好吃 因为它 它的苦是那种 不会回甘的苦 但是没有很喜欢这个味道 对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在网路上看到一种很爽的吃法 是 你先把蟹肉 一整碗蟹肉 剥一碗 然后呢 再蟹醋都加在 蟹醋加下去 哇 满满的蟹肉 天啊 看起来超好吃 是不是 酒拌一下 太满了 幸福的感觉 蜹蜹酒拌 幸福的感觉吗 不错 就是它那个微酸的口感可以带出这种蟹肉的那种清甜味 很酸喔 反正我觉得更好吃 只是我们人太少了 没办法吃 我觉得这个如果一群人一起来吃应该蛮不错的 怎样 你觉得这个蟹有它说的那么不好吗 嗯 差不多 差不多就它讲 就没什么味道 它已经把那个期望值拉低了 所以你吃到那种这样应该就这样看 但海鲜是新鲜的 对 但是我觉得肉质的饱满度它是不错的 肉不错啦 加拿大来的就蛮新鲜的 它在Google上是写到一点半 反正其实你看一点都还在这看 对 所以就要打电话 一定要打电话的过来玉顶 这样子 对 今天有一个旁边线 还有一个baby bag 加拿大吃好两个 还有娃娃菜 对 今天几个的话是 猜猜我们今天一共吃了多少钱 哇 超大 海水缸 哇 打卡真的超大海水缸 好像一只屯啊 蛤屯 它屯在拍照 它突然间在我们后面 呆呆的 它互动一下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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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呃 它怎么会一直看在这里好可怕啊 对啊 想要吃饭了 哈哈 饿了它都等饭吃了 就吃了好大一只 它在这种小的一缸 它一直在这边 你对它越来越 它呆呆呆的 很肥耶它 对啊 它的尾巴好烂 它起烂了 我对它很烂 嗯 怎么样今天 这个海鲜餐厅满意吗 我觉得不错啊 就刚好路过来吃一下 对 而且它在算 云林 船里 对 你就裹到一号下来 然后呢 转它们的快速道路 一下就到了 对 我觉得整体上还不错啊 海鲜很新鲜 然后很多选择 整体上你满意吗 雕嘴 嗯 满意啊 不错 如果一下子还再来吗 嗯 会吧 如果经过是不是 就是顺路 然后你刚好用餐时间 就来一下吃这样 猜看我们今天 一共吃了多少钱 两个生蚝 两个生蚝 加拿大生蚝 对 还有一盘菜 对 一共三千七百也要十块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嗯 这个价钱 觉得贵吗 嗯 也不到贵啦 但是也不到便宜啊 那我觉得蛮推荐大家过来试试看 然后 对 而且它真的是会有一些那种 一般台湾local的浴港 对 不会有的那种 进口货 对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环境 尤其是钢啊 海水钢啊 什么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来的主要的 那个 对 的原因嘛 那 喜欢这个影片 请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拜拜